宜蘭縣政府提報希望指定漢本移植為國定移植 7月1號下午文化部在南海工作坊召開第六屆 第一次移植審議委員會 並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公民團體和土地所有人 出席陳述意見 立委高金素媒出席會議 強調漢本移植所代表的原住民族文化價值 希望更多相關學者加入審議 早出在進行樹花改以及鐵路工程時 能夠保留漢本移植文物的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它從玻璃、從瑪瑙 然後還有我們排灣族的琉璃珠等等 其實這些裝飾品是原住民到現在 我們很重要的象徵 我認為其實文化跟我們現在科技的技術 它絕對不是相衝突的 我們希望說因為既然已經在審議價值 是不是可以讓工程跟正在進行的搶救的部分 漢本前線希望文化部文資審議文會 除了審議移植價值之外 更能就移植現況做出決議 給予人在搶救中的漢本移植 兩到十職的保護 由於漢本移植範圍包含國有地及私有地 出席會議的地主也向審議文會表達訴求 希望說這一次有那個遺址的徵收的部分 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可以前面性的給它徵收掉 這樣的話地主也比較好處理 劃定移植範圍後部分土地將歸為國有地 地主希望政府能夠連帶不適合耕作的土地 全數徵收 而針對搶救發掘與工程重疊部分 書花改工程處及鐵路局都表示 會尊重文化部最後的審議結果來處理 而最後文化部移植審議文會 審議通過 和本移植成為台灣第八處國定移植 文化部表示在妥善完成移植保存措施前 絕不容許工程破壞 並將以滿足考古發現和最少破壞為優先價值 僅交通部提出讓移植獲得最妥善的保護 且不影響用路安全以及書花改通車騎乘的方案 記者祝谷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